科学家告诉我们 速度最快的 都认为是光 电磁波 现代科学家证明 光跟电磁波并不是最快的 确实有超过光速的 我们的念力是最快的 再远的距离 其念就到了 还原观上跟我们讲 精神现象物质现象 有三种周边 周边是 周边整个宇宙 没障碍 第一个就是 周边发界 刚才讲了周边宇宙 没有时间 距离 没有 没有先后 没有距离 念头才动 变发界 虚空界 就是整个宇宙都达到了 我们念头好像发射台 电磁的发射台 念头才动 整个宇宙 都收到了 念头 那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的身体状况呢 身体这是物质现象 物质也是波动产生的 这个波动的速度跟念头速度是平等的 通通通 周边发现 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肯定 肯定它的存在 不再怀疑它 那我们头一个念头 就会想起 我起心动念 一切众生 阿罗汉以上的 他们全知道 没有秘密 甚至于动个念头 自己还没有觉察到 别人先知道了 世界没有任何秘密科研 鬼神有效动 前面我们都过的 天神 鬼神 都有这个能力 但是能力很有限 虽然很有限 在我们周边 我们起心动念 它也知道 它有踏心动 人不可以求我念 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情 你瞒人可以 人很愚痴 没智慧 鬼神瞒不了它 这修行人是更瞒不了它 那菩萨 我们刚才讲 大臣的菩萨 小学能力有限 那个能力有限 是天神都比不上的 在我们看起来 它能力已经不可思议了 跟菩萨比 它差个远 那霸底以上就更不必说了 霸底以上大概达到圆满的阶段 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 是我们每一个人 通通都有 叫做本能 华言经上佛数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的相 阿弥陀如来 皮诺哲娜如来 释迦如来 每一个人的智慧 跟他们平等 能量跟他们平等 神通也平等 没有一样不平等 多许我 现在因为丢掉 没有丢掉 因为自信不生不灭 永远不会失去 那现在为什么不能陷阱 现在是因为我们有烦恼 把它障碍住